两天陈丽和李玲到武汉出差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在武昌红山广场丽江饭店入住了 办理好入住手续之后 两个人就到房间里边休息 这个李玲正躺在床上看手机 突然感觉床底下好像有个东西动了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李玲也没有在意 突然间这个床底下伸出了一只手 吓得李玲赶紧跳到了陈丽的床上 两个人在房间里边是大喊救命啊 这个时候床下又伸出了一条腿 紧接着床垫被顶开了 一名年轻的男子从床下爬了出来 这名男子赶紧是解释啊 让两个女子千万不要害怕 说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在躲债罢了 两个女子赶紧致电前台 保安赶到的时候啊 男子已经跑了 随后这家饭店已经报警 警方已经开始调查 来自云南的网友说 光是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吓个半死啊 来自天津的网友说 我要是躺床上玩手机的那个 估计这男子想抬起床垫 嘿嘿 没那么容易 来自西安的网友说 每次我在外面住酒店 进房间第一件事 就是要查看房里各个角落 包括床底 看来我这个好习惯 还是要坚持下去的